各位茶友好 我是玉秀哥茶谈的老王 那么今天咱们接着来跟各位茶友一会儿聊一聊盐茶的那些事 之前咱们聊过一两期关于盐茶里头的一些茶 比如说咱们专门给大家品味了这个奇兰 然后上次又聊了聊这个水仙 很多茶友就留言就说老王你能不能先讲一讲 这个盐茶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小的知识 因为很多茶友虽然喝过一些盐茶 但是呢就是可能对盐茶来说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甚至有茶友留言说老王这个水仙跟肉桂有什么区别呀 那今天咱们其实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事 那么在这个聊这事之前呢 老王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盐碗定制的事 那么好多茶友都留言说老王你的第二批盐碗团购什么时候开始啊 那么这个跟大家说就是老王现在已经都准备好了 那咱们第二期的这个盐碗定制呢 呃实际上呢就马上就要开始了 呃大家可以在某宝的这个网站上啊 搜玉秀阁茶谈啊 这个店铺名啊 大家不要写数字啊 就玉秀阁茶谈这几个字 店铺名 然后进去之后就会有这个盐碗的链接 那么这个如果要是找不到的茶友 又想这个团购的话可以给我留私信啊 老王会在私信里给你发连接地址 那么好 咱们今天接着说这个关于盐茶的这个这个这些基本知识 首先呢就是好多茶友就说哎 老王这个这个我们喝盐茶平时比如说喝到水仙喝到肉桂 那他有什么区别 那可能很多的茶友在一些资料或者视频当中都能看到 那讲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水仙肉桂的味道特别 那其实今天的老王呢只想讲两点啊 因为最基本大家都见过了 那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很多新入手的茶友来说啊 这对于水仙和肉桂怎么来区别呢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干茶的这个茶底 因为水仙和肉桂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茶树 它本身它树种就不一样 那么直白的来说呢 你看茶底的叶子 那么水仙要比肉桂大很多 因为水仙是属于这个大叶种啊 半桥木的这种那所谓的这个半桥木啊 桥木就是属于长成树的样子啊 它是半桥木的 它是大叶种 它这个叶子基本上会比肉桂的这种啊 中小叶种的茶叶的这个叶底要大上一倍都多 所以呢水仙和肉桂如果放在一起啊 就非常明显能看出来是水仙的这个干茶叶底很大啊 肉桂比较小 那么这里呢 其实有情提示一点就是关于大红袍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和我打红袍 那大红袍 其实你看干茶叶底 尤其我们现在在外面能买得到的都是属于叫做啊 这个商业打红袍我们叫拼配打红袍 因为是拼配茶嘛 所以它很明显它的叶底就不是很统一 应该是有大有小的啊 所以大家如果看叶底大概能分出这区别的话 那可能就是水仙的是比较大的 然后大红袍的是有大有小啊 然后这个呃 所谓的这个肉桂相对于叶底比较小 当然它三个放在一起看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那么从具体的这个香型上来说呢 这个跟大家喝起了水仙和肉桂 它也是有比较明显区别的 如果是一开始刚刚开始喝盐茶 接触盐茶的这个茶友们呢 还是可以比较着来喝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今天泡的这个就是水仙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叶底也是属于比较大的概念 呃 从这个水仙和肉桂的这个味道上来说呢 大家经常有一种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啊 叫这个香不过肉桂 纯不过水仙啊 那这里其实呢 对于很多新产友来说呢 可能比较难体会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水仙没有香气嘛 他不是这个意思哈 呃 老王觉得比较这个通俗一点的说法啊 那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说法 就是我们先从水仙说起哈 先从水仙说起 那么水仙从香型上来说呢 一般来说我们都能喝到的这个水仙的香味里都可能会有这个 呃 花香 那么尤其水仙常见的花香呢 会有这种蓝花香 然后还有枝子花的这种香气 呃 是属于比较清新优雅的那种花香 然后水仙喝起来 他这个尾尾调里头 还会有一种木质调的这种香气 然后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老虫水仙 还会有这种虫香 那么这个很多茶友可能之前在我的节目中看了 我曾经解释所谓虫香啊 虫香它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类似于这个木本植物的味道 但是它是介于树和草之间的这种感觉的味道啊 呃 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所说的 如果是对于这个呃 这个肉桂来说呢 其实它的味道就略有不同 这肉桂呢 也有这种花香 但基本上是在这种清火工的肉桂里头 花香会比较明显 那么肉桂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特征的香气 就是它有桂皮香 那有很多的这个茶友会说 甚至包括老王一开始喝的时候 都会把它直接跟家里做饭的那种啊 花椒大料那桂皮呃 香比较 当然没有那么浓郁 它所谓的其实桂皮香是有一种刺激的这种香型啊 回味起来像桂皮的香味 呃 但是对于这个 我们所说的呃 肉桂和水仙比较显 肉桂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水仙没有的香气 就是果香啊 当然这个桂皮香这个水仙也没有了啊 果香在水仙里头也是很少遇到的 一般来说像肉桂里头 它这个火功比较高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果香的味道啊 当然这个果香是什么类似的这种果的香呢 大家可能要自己去体会啊 那么在入口的味道上来说呢 就是啊 我们能够发现这个肉桂相对来说 入口之后它的香气更加的具有刺激性 就俗称的太香了 呃 一直不是也有一个流传的故事是呃 有个朋友买了很贵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肉桂 然后被家里人觉得太香了就去做茶一大了 呃 所以如果我们对比来喝的话 其实水仙和肉桂这个所谓的香不过肉桂 纯不过水仙呢 至少香不过肉桂这个事情了 还是可以体会出来的 那么水仙所谓的这个水底纯厚这件事情 肯定是要大家多喝多比较 才能够体会出来所谓的叫水底纯厚 是一种什么感觉 其实它喝完之后 它是口腔非常的湿润绵密啊 甚至是有一种被滋润过的那种感觉 是很舒服的 那么最后呢 其实想跟各位茶友呃 聊一下老王自己的一个看法 就是之前有个茶友跟老王交流说 呃 你说这个泡这种像盐茶这样的香型的茶 呃不能够透气 就是泡之间要闷 那为了保住香气 那这样会不会把这个茶叶给闷熟闷坏呢 实际上老王以自己的这个感受来看呢 就是基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而且像这种香气型的茶 尤其是像呃 像这种呃 盐茶类的 老王建议 不要像我们平时喝普洱茶一样 每一泡就让它降温啊 开盖我们俗成要透 而是采取一种闷的手法 这样第一是可以保证它聚香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它每次的这个香气其实是有前后传承的啊 这个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喝茶来说 至少老王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喝这种有香气的茶的时候 都喜欢用这个自杀壶 啊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就是老王要感谢大家对这个老王节目的支持啊 那么这个也再次说一下第二批马蹄盖碗的定制已经开始了 那有兴趣的小伙伴啊 请关注老王的节目啊 参加这个盖碗的定制 谢谢大家